大家好,我是这个金菊下来了 前那么十天八天 还有好多的粉丝呢 问去年分享这个金菊 是吧,广西 华皮金菊 荣安的 是第三代金菊 特别好吃 去年分享过两次 然后卖了是两千多单 因为它这个金菊呢 我是,我感觉我特别小的时候就爱吃 但是我小时候吃那金菊 说心里话,比这个 一个天上一个地 这是在天上,我吃你就在地上 我以前永远不吃金菊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金菊 它这个,首先补充那个维生素C 是吧,然后这些营养物质特别好 它现在都爱上了 我以前就是 小时候吃那种金菊 特别硬,但是我爱吃那个味 它比那个橘子的味道 要浓得多得多 不管泡水喝呀,然后自己直接吃 我觉得味道特别好 我经常去一些商店啊 市场里边买 买这个也不多,他不让我买 一般我就说你就自己买自己 那石干是热撑子的 别买,我不吃 永远我都不爱吃 但是这个金菊啊,不一样 它叫华皮金菊 里边是无渣 啊,无硬结架什么的 皮也能吃 咱过去吃那,有时候那皮你要是色的 还是土 我觉得那时候能这么色的 是 土不积积一点都不好吃 这纯甜口 纯甜口的啊,金菊的味道特别浓厚 然后呢,特别细腻啊 对 我就吃了更花了 因为现在说心里话 就是 北京呢是吧 天气是吧 经常是雾霾天 空气指数不怎么好 经常什么中度雾霾呀 什么是吧 中度雾霾的以上 出去以后还带口罩 啊,呼吸特别不舒适 有那种PM2.5啊,粉尘啊 特别脏着空气 然后我觉得多吃点这种呢 是吧 对嗓子呀 对肺呀 我觉得都是好处 是吧 多吃点金菊 反正我跟你们说啊 有了第一时间 我赶紧去听治你们了 头 头四五天你们说 我还没有呢 还没有呢 现在刚刚有了啊 你们喜欢吃的 还有去年吃过的 对 你们赶紧去买啊 对 赶紧吃 把这安排上了 不管是孩子老人都可以吃是吧 咱们上班族 拿着泡水喝也行 就直接吃吧 直接吃我觉得 最直观 对啊最直观 你要说有那个极特别的 小一点的 哎我们拍的是中小果 去年啊 就是以中小果刚开始下来为主 越往后吃好是这大过来 慢慢下来的 嗯 中小果也不小 也不小 比外面的也大 这是我的手指个儿啊 是不是 大了多吧 嗯 我干的就跟啥似的啊 就跟外头卖那小青红柿那个儿那似的 比他这样大 对对对 就是大 你知道吗 环境上口感好 然后维绒素C高啊 在这个季节 尤其是秋冬什么的 多补充点维绒素啊 对您的呼吸啊肺的特别有好处啊 我不能再吃了 再吃这杠尖一晚上 没意思的 这不上头了 不是我知道我吃太多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这人一抱这一吃就是跟你们停不下手 一点不糟的啊 里边的所有的皮肉 外边的皮里边的肉啊 所有都能吃啊 一行半个有点小嘴的 都能嚼了 我都没有 特别甜啊 前一段有找的 现在如果有那个新的朋友没吃过的 您可以来一单尝尝啊 让这个广西这个荣安华比金局走进您家去 绝对不一样的这个水果 特别味道正啊 我就因为这个水果爱上广西 哈哈哈哈 回头带你去玩的啊 行 好吧 拜拜